在三国演义中 有人出生就是一无所有的牛马 也有人一出生就是四十三宫 含着金钥匙长大 八方高人争相投奔 袁绍和袁淑两兄弟 就完美展示了资本的力量 凭借后时的家底 成为诸侯里的领头羊 但也有一个词属于他们 叫得不配为 袁淑在汉县帝活着的时候篡汉 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剑 又对盟友吕布见死不救 导致最终兵败 袁绍虽然比弟弟强一点 但依旧是自己把一手好拍打烂 公元二百年袁绍爆发关渡之战 起兵七十万讨伐曹操 当时还没有哪个诸侯有如此魄力 即便是天子在守的曹操 也不过只有七万人马 看起来就像是一卵鸡石 可为什么鸡蛋能够碰赢石头 看看双方都做了什么 袁绍小看曹操 主张一战定乾坤 这时举兽出面劝阻 建议袁绍不要急于发兵 结果被袁绍制一个祸乱军心之罪 要拖出去打了 是其他大臣求情才饶他一命 把举兽关进大牢 开战之前田锋就劝袁绍别打 已经在大牢里蹲着 举兽过去正好做个板 我奉赵逃逆 我奉耶带赵逃贼 双方在阵前礼貌对骂 随后各自派出大将单挑 等大将分出胜负之后 双方指挥大军冲杀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倒下 偌大的平地顿时血流成河 这就是所谓的战争 袁绍士气正胜 很轻松就拿下第一场胜利 将持越狱之后 曹操陷入窘境 但他的做法却跟袁绍截然不同 曹操担心袁绍分兵攻打许昌 本有退军的打算 但此时刘烨却说 七万抵御七十万越鱼 足以证明袁绍之兵不如曹操 与此同时寻遇来信 建议曹操死守关堵 遏制袁绍进军的咽喉 于是曹操决定坚守 袁绍这边久攻不下也头疼 想起打工孙赞的时候 就是靠挖地道取胜 于是又想顾忌重施 结果被刘烨所破 白白浪费人力勿力 曹操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粮食已经所剩无几 偏偏致使徐晃抓到一个细作 得知了袁绍的运粮路线 押运官名叫韩蒙 刘烨说此人有勇无谋 派一将率千人即可夺粮 果不其然 徐晃趁夜结粮 瞬间就把粮草夺走 袁绍派兵来增援 又遭遇曹军的合围 最终袁绍丢了粮草 还折损了许多士兵 这里袁绍跟曹操的区别就出来了 曹操处于劣势会听谋士建议 而袁绍只是稍微败一城 就动不动要砍这个砍那个 久而久之军心必乱 这也是张和高揽投降曹操的原因 得知袁绍败了一城 牢里的举兽请求见袁绍 可袁绍正在气头上 只说天大的事也不见 又把举兽堵了回去 可怜举兽在牢里狼狈不堪 甚至不惜向小兵行礼 盼望能听到一些主公的消息 得知袁绍把粮草囤在无朝 又派淳于琼打手 举兽感觉大事不妙 于是冒死禁言 说那淳于琼誓久如命 不能担此重任 可袁绍还是没听进去 反而将举兽打入死楼 并把看守举兽的小兵砍了 第二天 许优截获曹操的密信 得知曹操粮草快耗尽 于是建议袁绍奋兵攻打许昌 可袁绍却说曹操诡计多端 这分明是诱敌之计 甚至怀疑许优的忠诚 恰好叶城的审配来信 说许优的家人贪赃枉法 如今已被抓进大楼 袁绍更加对许优失去心愿 如个烂刑匹夫 有何面目在我面前献祭 许优百口莫辩 又被袁绍赶出帐外 众言议 数字不足为盲 许优心灰意朗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前去投靠曹操 曹操听到许优来投 大冬天鞋子也没穿 就冲出帐外给许优行大礼 这就是曹操的高情商 他知道许优来了必有大勇 于是对许优态度极好 许优也感受到曹操的好意 便向他献策火烧乌朝 大家都知道曹操生性多疑 可对于许优的计策 他却没有丝毫有余 待五千金兵兴业习取乌朝 淳于穷果然跟举兽说的一样 敌军杀到眼前依然滥醉如你 被曹军生气 乌朝不到三天就被攻破 这是郭图献策 趁机攻打曹操大营 蒋其则是建议增援乌朝 袁绍拿捏不定 于是决定兵分两路 结果大营也没细成 梁草也没就成 曹操派夏侯渊假扮淳于穷败军 骗蒋其松懈防备 随后夏侯渊一个回马枪 直接把蒋其赐于马下 接着曹操又派人假扮成蒋其副将 前去告知袁绍说曹军已被杀败 乌朝势而复得 袁绍听后真的不管乌朝 而是派兵增援张和高兰 可这事郭图又说 张和高兰根本无心处理 分明是有降曹之意 袁绍一听又气坏了 下令要嘎了张和高兰 两个倒霉蛋听说袁绍要砍他们 气得脸都绿了 兢兢业业在前线作战 突然安一个反贼的罪名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真的就投靠了曹操 而曹老板这边 对于张和高兰的头肠 却是亲自出债相迎 与二位将军肯来相投 等我微子去因韩姓归汉 微子去因韩姓归汉 如此高的评价 试问哪个降将听了不敢动 而袁绍这边一败再败 却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觉得军中全是小人 一个个被打的劈开肉战 但凡说一句话话被他听见 就会被抓来当场打死 发露击冲 击冲冰 最后一战 曹操夜袭袁绍大议 七十万大军最终落败 大牢里的田锋听到袁绍板 便知道自己大信将至 果不其然 袁绍回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砍了田锋 而曹操这边生情了举兽 有意将他招入麾下 但举兽却一脸不息 诶 举兽先生 举兽绝不作强 曹操一再请求 但举兽依然不息 反而躲马逃跑 结果被许楚一箭射杀 曹操改变其中一将的后葬 之后张辽发现 许昌有不少人暗同人少 询问丞相如何处置 曹操却把证据全部焚烧 这就是格局 等袁绍强盛之时 果尚且不能自保 何况他人 关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利而告终 其实这一战 不至于让袁绍一蹶不振 是他自己弃出了大兵 不久后便可疲 几个儿子就开始争权独尾 结果被曹操一并收拾 自此曹操吞定袁氏地盘 成为天下最大的诸侯 叶城破 袁氏最后的忠臣沈佩被俘 曹操有一招想 但沈佩却宁死不想 回顾关渡之战 我们依旧不谈论对错 袁绍其实拥有最好的派 谋士天风 徐优 举寿等人 完全不输曹操的巡御 郭家 武将炎梁文宠 张和高兰 也都不比吾子梁降落 巡御曾经评价他 不一之雄耳 能举人而不能用 确实 巡御曾经在袁绍帐下待过 后来发现袁绍南城大使 便才投奔的曹操 想当初那个义气风发 徒宦官 陶董卓的屠龙少年 早已不复存在 袁绍失败并不可惜 可惜的是 随着袁绍的失败 也将许多河北的忠义之事 一同拉进了墳墓 巨兽 绝不作响 我的子气 倒了 我主在北 不可使我灭难而死 河北一世 何其无数 可惜 原始不能善用 不能用 自我安甘正眼去死 能否让我把故事呈现